Type 裡面的話 大概會需要有幾個 第一個是主畫面 Home 裡面 可能我會需要在底下做什麼 攝影名詞 然後相機的種類 還有照片欣賞 意見回覆 大概會有 裡面可能會需要有四個按鈕吧 那四個按鈕的話呢 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這個頁面的下方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NetBud 這NetBud 把它做在下面 那當然呢 我們會有對應的頁面 所以會有個Page 1 Page 1的話 基本上是那個相機的 種類 那連過來的話呢 不過攝影名詞應該先才對 只是說因為 攝影名詞現在已經在這個頁 或者乾脆 首頁部分 乾脆也許不要放這個好了 大家可以再變更一下 也許這個攝影名詞是Page 1好了 這個Page 2啦 我也許可以改一下 沒關係 再來Page 3 可能是一個相片欣賞 相片欣賞的部分的話 上面有兩個箭頭 因為呢 我們這裡面會有很多張的相片 那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如果按這個是下一頁 那會有那個相片欣賞 它會換下一頁 上一頁 所以你如果有幾張相片的話 你可以把它擺這邊 然後有相片欣賞 最後的話呢 會有個意見回復 意見回復的話 最好是真的可以讓使用者填東西 然後他也可以輸入一些 資料 並且怎麼樣呢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意見回復 最好可以真的你也可以收到 所以 意見回復要怎麼做比較好 一般要不就Email啦 手機裡面 不過點擊進來 連到Email信箱 其實也有這種方案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 乾脆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Google Google有個表單嘛 我們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不是給各位填一些問卷嗎 其實你也可以做 我們有個練習問卷 你也可以把那個問卷 把它遷入到App裡面 其實那是OK的 那這樣 等一下我們也許 再來看這部分 那所以這個結構的話大概有這樣 你可以先把圖給畫出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怎麼做 基本上 也許就是一個Home嘛 那這邊我是用Email信箱 那 這邊的話 所以會有 Page 123 Page123 然後 2的部分的話 因為有很多 這個相機的種類 所以又會有2-1 2-2 2-3 2-4 然後一層一層的往下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這部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那個 206這一題 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網頁啦 那實際上呢 我們是拿這個網頁 把這個網頁 怎麼樣轉換成一個App 所以以後啦 只要是一個網站 其實也都可以變成一個App 手機的App 所以現在 蠻多 公司他們也需要怎麼樣 雖然有網站 可是他們沒有App 需要有人怎麼樣 可以幫忙把他們網站上面的一個架構 轉換成手機App 那其實手機App相對於 網頁 你會發現 手機App它對於使用者來說更方便 為什麼 因為直接一個手機App點下去就可以直接 看到畫面啦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公司 本來有網站的 後來也紛紛一定要弄個App 如果沒有App那個公司相對於其他 其他競爭對手 恐怕就會相對弱很多啦 所以你會發現各行各樣都有大的公司都有銀行啊 或者是什麼呢 像購物網站有沒有 其實也都會有這種需求 那所以這個例子的話 主要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進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 等於有四個連結 所以 我們的概念是第一個 進來的話 一定是一個Home 所以進來也許我要怎麼樣把一個網站 變成一個手機的App 那第一個的話 當然我就是先需要一個手頁 那這個手頁的話 上面會有四個東西 那這個四個東西 擺哪裡比較OK呢 其實 要不就是你可以想想想看 也許我們之前有學過啦 可以 列個清單 或者下面做一個Netbar都可以啦 不過這裡我想我們也不硬性規定啦 你可以自己再去變換沒關係 我們只是大概一個方向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 找一個 其實我們這個例子主要是找一個網站 把一個網站的內容 變成一個手機的App 那裡面大概會有幾個 總共會有 比如說有四個連結好了 那第一個連結喔 那他點進來 他能夠怎麼樣 有個攝影名詞 所以進來的話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那就是Page 1 所以將來你也許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呢 放一個標題 叫什麼呢 這個這個標題的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就叫做攝影名詞 然後裡面的東西就這個 所以Page 1裡面的東西就有了 那Page 2的話呢 點擊下來 你會發現它會跳這一頁 那這一頁裡面的話呢 有好幾個東西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什麼 等於是進來的話 那它總共會有 一 數位相機 輕便相機 玩具相機 還有什麼PiLit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 把這邊呢 如果列出來 它一次列4個 那可是我覺得列4個一次全部看4個好像感覺 這個畫面的結構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分細一點 一進來的話呢 比如說相機種類 進來的話呢 我可以分成4個 也許可以有個清單 1 2 3 4 當它點選其中一個 那我再讓它看到這一個 就是可以分成什麼呢 這個地方可以是Page 2 所以這個點進來的話是 可能是Page 2 Page 2的話呢 我點進來之後的話 還可以再分總共有4個Page 2-1 2-2 2-3 2-4 一時類推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相片欣賞 所以第3個Page 3 那我點進來的話 它也許就是 這個所謂的那個相片欣賞 那裡面總共會有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不過你會發現 這樣觀看有點不方便 因為點擊之後它跳另外一頁 變你要再切過來切過去 其實相當不方便 所以呢 如果在手機APP上面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它顯示會比較方便 要不就是乾脆怎麼樣 其實有幾個方法 我們如果做靜態的話 上面如果有上一頁 下一頁上一頁的話 讓它可以切換 可是要怎麼樣方便讓它切換 那當然你直接想到也許你建4個 頁面去放這4張相片 不過 這似乎不是好方法 為什麼 因為 你變成說如果你將來的 照片數量比較多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做很多個Page 所以如果你希望 假如你只要做一個Page 以後呢 當我按下某一個 比如說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自動去把這個底下的這什麼 這這個相片呢 做改變的話 但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改變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可能需要撰寫程式 特別注意喔 這部分 當然相對的又比較難一些些 如果你要 當它按下去之後 自動換下一頁 那這裡可能需要學那個所謂的JavaScript 一般叫JS JavaScript 這個可能難度又會稍微高一些 不過不可免的 將來手機App 你說完全不寫程式 能夠做出來效果有限 不過也許我們後面呢 可以先做 如果 我不寫程式怎麼做 但如果我寫程式怎麼做 然後再來就第第4個Page 所以 會有個Home 進來的話有個Page 1 2 3 4 所以第一步 我們一樣 先進到那個Dreamweaver裡面 一樣新建一個網站 所以步驟呢跟前面是一樣 206 App 那 連結到的資料夾 我是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之前本來放桌面 不過好像放桌面會有一些問題 我們把它改在低疊 按儲存 好 這樣的話呢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 我們的 這個練習檔裡面的 206 這個image 這個image就是我們需要的圖檔 你乾脆直接整個搬到這個網站裡面 特別是一定要先解壓縮出來 因為之前有同學沒有解壓縮 直接是一個壓縮檔 要把它搬就搬不過去 所以你一定要解壓縮 確定是解壓縮狀態 怎麼知道有沒有解壓縮 其實你可以看上面這邊 他如果是一個實體資料夾 就不會有那個什麼點VIP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就要拖 奇怪怎麼拖不過來 原因是因為你沒有解壓縮 上面是一個VIP檔 如果這個時候你把它拖拉過來放開 image 就過來了 所有圖檔 需要的東西在這裡 那再來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建一個網站 把那個圖放進來之後 再來一樣 就是在檔案裡面新建一個檔案 所以理論上 也許 將來如果你要做其他的手機app 的流程大概都一樣 建一個空的資料夾 新增網站 把圖放進來 然後再來就建一個空白的網頁 前面講過這邊一定要選html 這個一定要選 如果沒選的話 它的格式就錯誤 將來你丟到那個 Adobe網站 他也沒辦法幫你轉成 那個 轉成App 所以再來按建立就可以 這個改一下 建立之後的話 當然 進到裡面 這個就編輯畫面 一請你把設計師 改為傳統 這個前面講過 二 改為分割 兩邊這樣OK了 再來的話 請你把這個檔案先存檔 儲存檔案 檔案名稱的話 記得喔 一定是存在哪裡 存在這個網站 所以網站名稱 有沒有 會自動出現 假 不過我發現 大部分同學會做錯就是 都沒有先建那個 網站就直接開始建 index 就是那個步驟有錯亂 如果你直接建 網頁的話 會變成說你那個 跟 怎麼講 圖跟 網頁是分離的 將來的話會錯亂 所以那個將來做出來效果會有問題 那最後的話記得把這個檔名存成什麼 叫什麼 index 點 htm 不要加l 好像我記得加l會出錯 因為之前我們把它傳到那個 Adobe網站上面 他會出 就是一定要要求是index.htm 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呢 我們就完成 這個 App的一些相關準備工作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 照步驟做 再來的話才是什麼 在body跟body中間 這個東西 做什麼呢 做 我們需要的頁面 插入頁面一定從什麼 JQ mobile這邊開始 那後面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反正呢 將來 你做任何App的動作 都是一樣 開始的動作都一樣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白板上面 03部分 這個 這邊有一個那個程式碼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 我有把剛剛的細節照 就是再照一下 底下這邊完成畫面下一個 反正就是第一步 記得就是這邊建立那個 我們的 網站 那如果你建立完之後 假設你做錯了沒關係 你可以幾個方法 就是網站裡面還可以管理 管理裡面你會發現會多一個 你可以點他兩下 他會跳出來 那你確認一下你那個位置對不對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 好像 位置放錯了 或者是說 連結失敗 那個當然你要檢查一下 除了說從這邊 網站這邊管理之外 另外我有個習慣是從這邊 快點兩下 這個地方快點兩下 他一樣可以跳出來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點兩下 他還是出現 好像從這邊也可以管理 這邊也可以管理 反正他有很多種方式 讓你確認說你的 這個App的網站 是否設定正確 因為最怕是 你們第一步就做錯了 因為第一步做錯的話 後面當然就接著錯了 那一個網站呢 就是一個資料夾 這個概念呢 跟做網站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特別是 一 那二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 在做 把那個image 放過來 所以我這邊都有敘述 剛做的 建立一個index 不過這個可能要 記得就是新增的時候呢 那邊要 這個html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新增這個 開新檔案的時候 這邊一定要改成這個 OK 所以等一下這個圖 可能要補一下 不然同學 我的習慣是 之後也許一樣 會幫各位拍照 把他放上去 另外呢 我上課也把他錄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是很清楚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看一下那個圖啦 反正 一樣畫葫蘆啦 應該也沒問題 然後我就會把他 直接把這個圖呢 貼到雲端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就 逐客 就可以開始邊寫我的什麼 講義嘛 反正每一次每一次 寫完之後這個流程應該都很清楚 你們之後如果要按圖所記 前面都有 每一次上課我也都有拍照 也有都有影片 所以你們如果有些地方漏掉沒關係 就是反正照著看多看個幾遍應該也可以知道 還有切換到傳統模式 分割 OK 前面 只要你 細節部分都有 做到的話 應該要做出 我們要的結果 就不會有問題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 index的頁面設計 那這個index指的是 index.htm htm 這樣各位會比較清楚 我們要編輯 這個 那這個頁面編輯部分的話 裡面大概要注意哪些事情 底下就也是我們的敘述 所以我把它醒目一下 在這裡每一個每一個 都會有 反正我只要做完的東西 我會整理一下 然後拍照上傳 那第二個就是建立頁面 我們會需要一個home 一個page 12 3 可能就多一個4吧 意見回 意見回 可能也可以再加 不過這個沒有加之後 也還是可以再加 然後page2裡面的話 會有個2-1 2-2 2-3 2-4 不過這個後面再加也OK啦 因為這些 大概知道一下結構 那接下來的話我如果要增加頁面的話 那1一樣 我們就是在這邊 body跟body中間 做 游標放這邊啦 也許你點這邊也是一樣 他游標一定還是會停在body跟body中間 那做什麼呢 切到這個 JQ mobile Mobile這裡 然後呢 插入頁面是從這邊 記得那個 找那個頁面 因為這個 工具列之所以會出現 主要是因為這邊有一個傳統 你一定要切到傳統 傳統之後這邊的東西才會出現 如果沒有傳統 這邊是不會出現 所以你可能會找不到功能 好 點到這個 插入頁面 他第一次插入的話 他會先引用這個 JQ mobile的一個 相關的 這個叫 韓式庫 他的韓式庫 那他給的版本 比較舊 1.0而已 所以1.0 他有個缺點 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 第一個 裡面的 那個icon 那個 小圖示 只有 17個吧 另外的話 顏色也很少 那如果說你要升級 現在有更新的 像1.45 1.46 最新的 所以後面還會再 教各位如何 再把它升級 版本 能夠讓你這個App看起來更高級 看起來更漂亮 那不過這個後面會再提 那第一個呢 我們先按確定 只要插入第一次他一定會顯示出來 那我們在這邊呢 輸入這個叫 Home Home的話呢 有業首跟業尾 也許我們把那個什麼 把標題 放在 業首 把那個 Netbar 放在業尾 類似像這樣的架構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多一個了 這邊就是Home 那另外你會發現 他突然間會突然 產生一堆東西 放在哪裡呢 放在head 的上面這裡 其實就這一堆啦 有沒有本來沒有的 這個可能後來新的 因為這個東西呢 就是指 指的那個是JQuery Mobile 然後呢 我們第一個page做出來了 他會放在這邊 這個地方 是他的 頁面第一個 第二個頁面的話 你可以直接Enter 記得啦 我的習慣是這邊Enter兩下好了 那這個是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加入的是一個 叫Data Road 等於page 然後id是home 他一樣會有業首 一樣會有內容 一樣會有業尾 所以他的結構 其實非常明確 頭跟尾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再插入 第二頁page1的話 那記得喔 你要插入的位置喔 要不就是游標放在哪裡喔 記得喔 放在 我是建議啦 你這邊 最外面 反正就放外面就對了 最外面這邊請你按Enter 記得你不要放 放這邊喔 放這邊再插入就錯了 一定要放在外面 不過有時候真的不好點 你現在點點不到下面 所以 確認一下要不就是什麼 直接乾脆從 從這邊點 從那個 這個地方的下方 游標放這樣子 基本上就不會錯了 如果你放這邊很容易再插入到 頁面的裡面就連不到 所以呢 游標放這邊 再插入頁面 那這個頁面的話叫page1 也許我們先把page1 有沒有發現 他就不會 跟前面的 重疊在一起的 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那這邊又產生一個新的 那如果說呢你 之前有同學做錯 就是游標可能想說放這邊 如果你現在插入一個頁面你會發現 page1 這個是做錯的 他會放在哪裡呢 有沒有發現 他如果放在 Home的裡面的話 跟各位講 將來你怎麼連都連不到 那你必須怎麼樣 把它搬到外面才可以 他才會獨立的頁面 這個是最容易犯錯的地方 那只要你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Ctrl Z 游標記得放這邊好了 然後插入 一個page page1 Enter page2的話呢 也在加 所以點這邊比較保險 點外面這邊 page1在這裡 page2呢 再插入一個頁面 page2 OK 不過你會發現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一段跟這一段 好像都一樣 差別只有這個名稱不一樣 那我們可不可以乾脆這邊把它複製 在底下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page3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其實他插入頁面只是幫你把程式 就是 貼上去而已啊 那你可不可以自己貼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只是怕你貼錯了 OK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輔助工具 那所以一般工程師如果熟練之後啊 他可能只會看 那個左邊的部分 右邊部分可能就不看了 OK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 有個page123 然後呢 首頁的部分呢 也許叫什麼 Camera People 那我們就 待會再來看 所以home page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Camera People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一個名稱 叫Camera People 所以 也許你這邊的話可以把那個 頁手叫Camera People 那內容的話也許我們再把它放一個list view吧 可以連結到哪些呢 連結到 剛剛看到這個網站的 1234 也許把這個1234 做成一個list view 然後呢 也在底下呢 做一個net bug 有點像是 各位可以 從雲端上面可以看到 類似長得像 像這樣 這樣吧 就是 我底下 有一些 有個畫面可以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 在這裡 就是 第一個 這個是 Camera People 然後裡面的話呢 放 四個東西 可以連過去 這邊連 page1 page2 page3 這個也許page4 所以等一下也許多做一個page4 好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他入五個 有home跟page1234好了 大概就這樣子 你要特別注意 我把它框起來 反正就是 home 一個DIV到DIV結束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頁面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 底下還有一個 因為 拍照沒辦法拍到底下 所以就是 大概知道一下頭跟尾 他的結構一定有頭有尾 這個叫 Tag Tag就是 標籤吧 Tag 對他裡面的 這個就所謂的Tag 這個Tag 實際上 跟那個網頁 是一樣的 也是手機 我們現在用的 現在做手機App 但實際上 這個過程跟做網站 基本上還蠻像的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有一個home 然後底下的話page1,page2,page3,page4 那你可以拿什麼呢 拿這邊的 有沒有 這邊的1234 把它複製 那我的習慣呢 都會先把它複製貼到記事本裡面 為什麼因為貼到記事本裡面的話 它有個好處就貼上的格式會拿掉 那我可以把1234這四個怎麼樣 拿來用 那你不用重擋 那把它這些名稱的分別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CAMERA PEOPLE 這裡面好像有有錯 DIV 我看一下 這邊 先把它貼到這邊來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 第一個名稱 這個App的名稱也就叫 CAMERA PEOPLE 那裡面的話呢 我這個內容部分 我把它貼 四個名詞 實際上 就是剛剛貼上來這四個 將來我會需要做什麼 做 Listervue 就是等一下要做的是這個 把 中間這一塊 做成 有一個叫 清單吧 然後下方的話呢 做一個Netbar 裡面有四個東西 那這個待會會再來看 所以 貼 貼兩個 然後呢 Page 1 這個是Page 1 Page 1裡面的話 它的標題叫 攝影名詞 攝影名詞 攝影名詞裡面呢 你就把攝影名詞裡面的東西 也許可以把它轉貼過來吧 攝影名詞 然後裡面的東西 你就把它Ctrl C 然後呢 再切到這邊來 把它貼到內容裡面 這樣 貼過來 就是將來它 切到那個 攝影名詞的話 就會看到內容 那相機 總類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參考什麼 參考這邊一樣 總類 不過總類的話呢 會有總共有 有四個 那怎麼辦 也許要不要切過去 一種是全部看到 不會全部看到 好像感覺 沒有那個 一層一層的感覺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這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也許可以 再做個清單吧 進來然後讓它選 你有幾種 那個相機種類 也許 這邊是Page 2-1 2-1 2-2 2-3 2-4 可以再往下連 其他的話我想請各位在把這邊 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其他頁面的 增加或 就是在 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增加其他的頁面進來 試一下